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抹茶瑞士卷配红豆忌廉 如果可以有热红茶去炭这件蛋糕,那就绝配啦 做这个瑞士卷起码要分三个步骤 我们就由做蛋糕开始看看材料 绿茶粉,糖,鸡蛋,牛油和低筋粉就不少了 这个份量我会用12乘9的蛋糕盘,大概的深度都是2寸左右 做蛋糕之前,建议大家开定烤炉去到350度 接着就好才好将烘焙纸放在蛋糕盘上 这个步骤就考手工了,剪好四角,将开口切齐 烘焙纸就像蛋糕盘的衣服,比较好就行了 好,开始做蛋糕 加二有1分1茶匙的抹茶粉,50克的低筋粉,1分1茶匙的发粉 筛好之后就放在一边,稍后弄好蛋浆,我们再用 接着我就用5个蛋黄,再加40克融了又放冻好的牛油 发均匀,发到它靓仔仔就像这样了 搞定,先放在一边 接着我要开机打蛋白了 今次我只需要4个蛋白 接着我就放1茶匙的抹茶粉 将打蛋机较半高速度,打1分钟 之后加75克糖 这个过程都很重要的,我建议大家盯着蛋白,等它打到挺身 接着就收手了 看看蛋白有没有起勾 这样就帅仔仔了 千万不要过分打,打到很确实 下一个步骤就是将搅拌机较半低速度 接着就放刚才弄好的蛋浆下去搅拌 不需要搅拌太久,搅拌到均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保留蛋白里面的湿度和空气 接着我就要放刚才准备好的绿茶面粉 要蛋糕弄出来软熟的话 我们这个步骤也不能过分打的 盯着它,蛋浆和面粉搅拌均匀就可以收手了 接着我就会用铲很温柔的,由底到面的搅拌均匀 这个过程都是不需要过分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搅拌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到蛋糕盘里 把它推均匀 这个步骤我就需要轻手一点,把它搅拌左搅拌右 扫到它平平滑滑之后呢,就将蛋浆抖走空气 是时候把它放到刚才我们预热了350度的炉里面 烤它20-22分钟 第二个步骤就是,烤完之后就把它拿出来摊5分钟 接着呢,我就将蛋糕边的烘焙子撕开去 现在呢,我就将全新的牛油纸放在蛋糕上面 用差不多大的碟附助的蛋糕把它反转 接着呢,我就会将原先黏在蛋糕的烘焙子 轻轻地撕走它 将一边的蛋糕打斜切,另一边的蛋糕打直切 这个做法,捲起蛋糕之后,头和尾都会收得更好 好了,有得休息多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就做第三个步骤就是,红豆忌廉 材料就是,奶油和一罐红豆 我就会将330克至350克左右的奶油倒入搅盘 我今次就用一个手动打蛋机,打到它挺身就可以了 打完之后呢,我就会加上刚才那罐红豆 红豆的份量大概200至210克左右 接着呢,我就用铲拌均匀就可以了 搞定,准备把它放在蛋糕上 首先呢,我们将红豆忌廉放在蛋糕中心 然后慢慢将它扫平它 铺到整个蛋糕都满了忌廉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准备卷蛋糕啦 用刚才切了直身那边的蛋糕开始卷起 卷起了之后呢,就小小的折一下 忌廉帮蛋糕定了位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卷下去了 卷到刚才我们打尺切的蛋糕边的位置为收尾 轻轻地折一下,让它贴腹一点 用一张牛油纸包住它 接着拿一把银尺顶一顶它 还没吃得住的 顶住了之后,还要包住它 一定要将前后所有都用牛油纸封好它 再加多两层的保鲜纸包住它 包到那么实,为什么呢? 难道怕它流起? 其实是要把它放在冰箱中冷却4个小时 放在冰箱之后 吃的时候拿出来就不会有冰箱的气味 只是有蛋糕忌廉味 好了,现在我将一张牛油纸炆了出来之后 将蛋糕头和尾都切了 让它靓仔一点 切好,得了,靓仔了 现在可以吃得了 希望你喜欢我这个食谱 和继续支持我们珠斯拉厨房 OK,拜拜!